Hello 大家好 我是龙2 谷歌在上周刚刚发布了全新的移动操作系统安卓8.0 同时提到华为将很快推出搭载该系统的新机 果不其然今天有网友就曝光了一张所谓的EMUI 6.0内侧系统的更新截图 图中我们看到全新的EMUI 6.0基于安卓8.0深度定制 同时介绍中提到重新设计的各项系统设置更简洁易操作 深度开发的各项功能更友好也更符合大家的使用习惯 综合此前的消息来看 华为将在9月2日开幕的德国柏林FA2017上发布全新的AI处理器 麒麟970则将会在9月底亮相 而根据最新爆料的海报显示 搭载EMUI 6.0的华为新旗舰Mate时将会在10月16日正式与大家见面 9月12日全新的iPhone也即将登场 下半年的好戏已经蓄时待发 不知道各位的钱包是否有准备好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小马关注VG的微信公众号发现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